确定销售额 那么首先呢 还是来讲一下原理 为什么会有这样奇怪的一种 用来确定销售额的一种方式呢 其实本质上还是因为 我们没有办法通过 我们增值税的最经典的 这种抵扣的原理 来避免重复的征税 那么其实从范围上来说呢 凡是差额继税的 都是咱们盈改增过来的这些服务 或者是不动产 我们之前的销售货物呀 劳务呀 我们通通都是全额来积税的 那我们想一想 比如说我们销售一批货物 100万 那销向税额是13 那么我够进是10 那进向税额是1.3 我们只需要就中间的这个差额的部分 来进行交税 销向进去进向 交给国家11.7 是这样的一个原理 对不对 所以我们是销向减进向 底扣链条是完整的 但是呢 我们说盈改增过来的这些行业呢 他们之前呢 其实都是交营业税的 那么盈业税呢 我们知道它的这个税率是比较低的 要么呢是3% 要么呢是5% 所以呢 盈业税的税率低 所以盈业税基本上都是全额的来计税的 那盈改增之后 我们知道服务业也好 这个不动产也好 要么就是税率6%了 要么就是税率9%了 要么就是有的有形动产的租金 是不是还到了13% 那税率提高了没有关系 对不对 我们毕竟啊 我们增值税是一个抵扣的 这样的一种税 所以我们是有进向税额来可以抵扣的 所以肖像这边虽然说税率提高了 但是进向我们购买的各种原材料等等 我们都是可以做进向抵扣 那肖像减进向 其实对于这些盈改增过来的这些行业 其实他们的税负也没有增加那么多 对不对 那从整个的社会的经济的运行的角度上来说 那咱们增值税还可以起到一个避免重复征税的 这样的一个效果 但是呢其实这只是我们理想当中的一种税制设计 那在整个的税制的实行过程当中 我们发现其实有一些的服务行业呢 它要么呢 它就是没有什么进向可以抵扣 要么呢就是说 其实呢 它是购买了一些原材料 购买了一些有一些成本的支出 但是它没有办法取得进向的专票 那我们说增值税的抵扣啊 这个进向我们能抵扣要求是非常非常严格的 那我们知道增值税的计算原理 你买家你就是背锅下 是不是 你找到下一个背锅下 你这个进向我才让你去抵扣 相当于国家把税还给你 你把下一个背锅下给你交的税给交到国家 是这样的一个意思 是不是 所以进向的抵扣我们查的是非常非常严格的 所以呢 我们在之后去到进向税额的时候 我们就会发现 能够抵扣进向的 我们有非常非常严格的税法规则 以及形式上的要求 比如说我们必须在这增值税中央发票 才能给抵扣 普通发票你不能给抵扣 对不对 所以这个时候就造成了一个问题 如果上架给你开不出来专票 但同时你确实有成本支出 那如何把这一部分的进向来进行抵扣 来体现你只对增值环节来交税呢 那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 说我花了1000万 我买了一块地 就是获得了土地的使用权 对不对 那么这种情况下 我们正常的话 比如说我们是从 比如说我们万克从碧桂园拿了一块地 是不是 那这1000万的话 我们这个不动产的土地的使用权的税率是9% 那么这个时候我就产生了90万的进向 是不是 那么这个时候我把这块地以3000万的价格卖掉 卖掉的话我产生肖像 是不是 我产生270万的肖像 那么这种情况下 我们说那肖像减进向没有问题 对不对 我们肖像减进向 我们中间这一道 我们是按照180万去交一个税 那么我们说购买土地的环节 我们交了90万 中间我们交了180万 现在税务局完完整整的收到了这 这个3000万的这个土地 所对应的270万的税 是不是 那这种情况下没有任何问题 那关键是我们想一下 如果要是说 我万克从碧桂园拿地 那我有了这个进向的专票 那我万克要是从国家拿地呢 那我从国家拿地的话 那国家是不是给我开不出来 这个90万的这个专票呀 是不是 那么这种情况下 我们说我销售出去 我依然销向税额是270万 那我进向没有啊 是不是 那我进向没有的话 那这个时候我财政票据 对吧 我支付给国家的这1000万拿地款 财政票据 我也不能用来提扣进向税额 所以这个时候 那我们想想 那对于万克来说 他就很亏 是不是 所以我们如何才能避免 这种重复征税的问题呢 我们就允许怎么样 你说1000万 你不是没有进向专票吗 那我允许你1000万 从3000万当中减除 对吧 从3000万当中减除你 只需要就中间的这2000万 来交税就可以了 那还是180万 所以这时候就不会有 重复征税的问题 所以我们按差额来确定销售额 其实啊 我们就是相当于 把成本的那一部分的价款 从你的销向税额当中的 这个销售额当中减除 用它来计算这个销向税额 从而起到一种 你抵扣进向的一种效果 所以它其实 跟这个抵扣进向 它我们想实现的一个目的 都是一样的 都是为了避免重复的征税 但只不过呢 是因为一些形式 法律形式上的一些要求 或者是一些特定的 考虑到一些特定行业的 一些特定的一些问题 它没有办法取得专票 是不是 所以这时候我们就允许 它从销售额当中 减除掉一部分的成本 以这样的一种方式 来实现我们增值税的 整个的一个 税不重征的一个效果 所以原理上 我们这个明白了之后呢 我们就来看一下 到底是哪一些行业 哪一些项目 是允许销售额这一端 按照差额来积税的 其实每一样都有 明明确确的原因 这块千万不要死基因呗 就原因很明确 首先我们来看 第一条叫做 金融商品的转让 那么金融商品转让 我们的销售额 可以用卖出价 减去买入价 是不是 比如说我们销售一个 证券吧 对吧 买了一个债券 买来的时候是300万 那卖出去的时候是800万 那么我们中间是赚了500万 对不对 但是正常的话 比如说我们 假如要是说买卖债券 买卖金融商品的这个行为 是允许开专票的 那么我们销向就计销向了 进销就计进奖了 中间就差额来积税 对不对 但是在金融商品转让上 我们税法规定 金融商品的转让 不得开具增值税专票 换句话说 我买来这个债券300万 我是没有进项专票的 那怎么办呢 对不对 我卖出去得800万呢 我销向光交销向了 进项在哪呢 我中间就 这个赚这500万呢 对吧 你就把这300万对吧 从800万当中减除 那这跟你中间增值500万交税 是一样的 对不对 所以呢 我们这个销售额 就是用卖出价 减去买入价 那么我们的销向税额呢 也是用卖出价 减去买入价 但是我们要做一个 价税的一个分离 它一般都是一个含税价 对吧 你不开票的 一般来说它是个含税价 然后价税分离之后 乘以6% 因为金融商品转让 它是属于金融服务 是不是 那金融服务的税率是6% 另外呢 提示大家两个小问题 一个呢 就是咱们金融服务 是包括好几种的 对不对 有什么贷款服务呀 直接收费金融服务呀 还有什么保险的服务 对不对 那么只有金融商品转让 它是允许差额来积税的 其他那三项都是全额积税 还记得吗 咱们刚刚讲过的 那个贷款利息 是不是 我们是全额积税 我们是不能把那个 这个支付出去的利息 银行是不能把支付出去的利息 从我们的贷款的收入当中减除的 对吧 另外呢 我们还需要提示 大家注意的一个问题 就是 我们现在所说的 这种金融商品转让 交税的主体 一般都是企业 咱们个人从事金融商品转让业务 是免征增值税的 税收优惠的时候还会讲 我们个人在金融商品的交易者 税收优惠还是挺多的 好吗 这块注意一下 那么另外呢 我们在确定卖出价和买入价的时候 有一些细节性的问题 要注意一下 大家来把握 首先呢 就是咱们这个卖出价和买入价 均不考虑买卖过程中的 其他的税费 那我们金融商品转让的时候呢 我们往往会通过一些什么 证券公司等等的中介机构来操作 那他们可能会收取一些服务费 另外呢 我们金融商品买卖也可能会涉及到 交易些印花税 对吧 但是呢 这些呢 我们通通都不考虑 我们纯粹就是买入这个金融商品 和卖出这个金融商品的一个纯价格 另外呢 就是金融商品的买入价 可以选择按照家群平均法 或者是移动家群平均法来进行核算 选择后36个月内是不得变更的 因为我们有的时候呢 企业呢 会分批次的去购入一些 金融商品 那它的买入价是不一样的 对吧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如何去确定呢 用加权平均 或者是移动加权平均 你就记住这个表述就行了 对吧 这个考试的时候不太会考到这 另外呢 你选择之后36个月是不得变的 另外呢 我们说金融商品转让 我们就没法通过销向减进向的 这样的一种方法 来进行正常的一个抵扣 所以只能把我们的成本 从销售额当中减除掉 另外呢 金融商品转让这还要需要注意一个问题啊 就是转让金融商品出现正负差 按照盈亏相抵后的余额作为销售额 那若相抵之后出现负差 可截准下一纳时期 与下期转让金融商品的销售额相抵 但是年底 正出现负差的 不得转入下一个会计的年度 这是什么意思啊 比如说我们每个季度 都可能会去买卖一些金融商品 那么我们在第一个季度 咱们买卖金融商品可能是亏了 对吧 咱们假如咱们亏了两万块钱 那第二季度的时候呢 我们赚了 对吧 我们卖出价减买入价我们赚了 那么这种情况下 我们挣了这个三万块钱 那么第二个季度的时候呢 你去交税的时候呢 其实你不用用这个三万块钱去交税 你考虑到上一期 你不是还亏了吗 所以你盈亏相抵 对吧 这个时候你只需要按一万块钱 去交税就可以了 是这样的一个意思 但是呢 如果到了第四个季度 到第四个季度 我们发现我们还是亏的 对吧 我们还是亏了五万吧 那这第四个季度的五万块钱 能不能转到下一年了 那就不能转了 是不是 所以我们能够考虑的 其实是一个年内的复差 换句话说 我们的这个销售额 其实可以拓展成 卖出价减据买入价 再减据一个年内的一个 什么 年内的一个复差 以它来作为一个销售额 但是一定注意不能跨年 好吗 接着呢 我们来看教材当中的一个例子 假设某经营金融业务的公司 它是一个一般的纳税人 2021年的第四季度 转让债券卖出价呢 是十万块钱 那该债券是2020年9月购入的 买入价呢 是六万块钱 那么该公司2021年第四季度 之前转让金融商品 亏损了一万五千元钱 则转让债券的一个销售额 和销项税额分别是多少 那么我们想想 我们买入的时候呢 是六万块钱 现在卖出的是十万块钱 所以肯定是我们挣了 四万块钱 是不是 所以我们的这个销售额呢 首先呢 可以用卖出价价买入价 但同时我们刚才又强调了说 年内复差上一期 你只要不是跨年的 你上一期的这个复差 复数 你亏了的 也可以在这期把它减除掉 所以我们说呢 第四季度之前的 也就是年内的 年内的话 我们亏的这一万五千元钱 也可以在计算当期 转让债券的销售额当中 把它给减除掉 所以减除掉之后 我们剩下的就是两万五千元钱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的销项税额相当于 是用两万五 它是一个含有增值税的一个价格 我们要考虑到价税分别 然后再乘以6%的一个 转让金融商品的一个税率 最后得出来它的一个肖像的税额 好吗 这也不难理解 对不对 另外呢 在转让金融商品这呢 我们还需要额外考虑一个问题 就是限售股的问题 那么限售股 顾名思义就是 对你的这个 股票的一个买卖呢 它是有一个限制的 那么限售股的形成的原因呢 是比较多的 对吧 有各种各样的类型 比如说我们在股权分制改革当中 就产生了一些限售股 那么另外呢 我们如果要是股票IPO上市了 也会产生限售股 最主要的其实就是我们所说的 股改的这种限售股和 首发的这种新股的限售股 那比如说 比如说呢 我是一个上市公司的一个股东 对吧 那本来呢 我这个公司没上市之前 我做这个生意 对吧 我这个慢慢的把它给变得越来越好 然后让它上市了 那么那我上市了之后 我们想想一般来说 上市的这种股票的这个价格 就比如说我原来股票成本是一块钱 那我一旦上市了之后 这股票价格一下子就上去了 对吧 面对公开市场发行 我就可能变成十块钱了 那么作为有一些 不太有情怀的股东的话 那是不是这个时候 想干的事就是什么呀 对吧 圈钱跑路呀 是吧 股价上来了 我一卖我就财富自由了呀 但是呢 这个时候呢 我们说那证监会 肯定不会放过你的 是吧 那为了避免防止原始股的 跑路 我们这个割了小股东的这些韭菜 是不是导致上市公司控制前 迅速发生变化 那我们呢 就对原始股股东 持有股份也肯定有一个限售期 你几年之内不能卖 对吧 所以呢 这种情况下就会形成这种限售股 那么所以这时候就会涉及到说 那我们限售股 它本身它上市了之后 我们就认为它是一种金融商品了 那么我们转让限售股的话 也算是属于我们刚才所说的 这个金融商品的转让了 所以这个时候买卖限售股 我们如何来确定 它的一个计税的销售额呢 那其实计税方法都是一样的 对不对 我们的销售额也是用什么 卖出价 减缺买入价 但限售股这呢 它有一个什么问题呢 卖出价 我们说卖出去 等于以后限售股解禁了之后 我们把它卖出去 卖出价是确定的 对不对 它是确定的 关键是这个买入价 如何来确定 那么比如说我们是一个 原始股的这个股东 对不对 那我原来初始的一个实际的投资成本 就一块钱 那之后呢 这个股票上市发行变成十块钱了 对吧 那我等我卖的时候 它可能就一百块钱了 是不是 那这个时候呢 就会涉及到一个买入价的一个确定 就是买入价呢 是以你上市之后的这个价格呢 还是说你初始投资工资的这个价格 以你当时初始的这个投资成本的话 那是不是好像也不太合适 对吧 那售局就觉得 你好不容易把一个企业干上市了 对吧 那现在呢 让你去卖你这先售股的时候 中间感觉挣了你太多 对吧 那售局也不好意思 我们还是鼓励商市公司 毕竟都是一些信誉啊 各方面经营都比较好的这个企业 所以这时候呢 我们说先售股的这种情况呢 我们就规定了一个买入价 相当于是说这个买入价 是一个法定的买入价 国家给你规定一个法定买入价 所以这时候考试的时候呢 它会怎么考你呢 卖出价它会给你 但是买入价它得让你记住 对吧 你算的时候呢 你不要用你那个实际的当时 购入的这个股票的这个价格 而是用一个法定买入价 那么具体来说呢 咱们限售股呢 它的类型是不同的 所以呢 它的买入价呢 也有不同的规定 比如说我们是股权分制改革 形成的限售股 那么买入价呢 就以上市公司完成股权分制改革后 股票复牌首日的一个开盘价 作为买入价 那如果是首发限售股 就是咱们上市吧 对吧 那以该上市公司股票首次公开发行的 这个IPO的这个发行价 作为一个买入价 那一般来说 IPO发行价都比你实际购买成本要高 对吧 另外呢 就是我们有一些重大的资产重组的过程当中 形成的一些限售股 是以重大资产重组股票停台前一个交易日的一个收盘价 作为它的买入价 另外如果是因为同时实施股权分制改革和重大资产重组 而形成的限售股 我们以该上市公司股票上市首日的开盘价 作为一个买入价 另外呢 还有一种情况叫做无偿的转让股票 那么无偿转让股票 我们也是举个例子来说 比如说A 它无偿的将自己的限售股转让给了B 那么这种情况下 相当于是说我们没有卖出价了呗 对不对 所以这时候税法就规定说 对于转出方来说 那我们以该股票的买入价 作为它的卖出价 那比如说我们买入的时候 它是300万 是不是 那么我们就以300万 作为一个它的一个卖出价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说买入价 也是300万 卖出价也是300万 那其实作为转让方来说呢 它其实就是不用交税 对吧 那么关键是我们的转入方 也就是倍称率方 对不对 那它要是再转让的话 比如说它把这股票又卖给了C 那么这个时候 它如何确定它的买入价呢 因为它这个是空手套牌 它都没花钱 对吧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是 以远转出方的卖出价 作为买入价 那么这个时候相当于是说 它的这个买入价 还是300万 对不对 比如说卖了500万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说B 那它就按中间的这个 差额200万来交税 就可以了 另外接着呢 我们提示大家一个问题 也就是如果单位呢 将它持有的限售股 在解禁流通之后 对外转让 按照规定确定的买入价 低于该单位取得 限售股的实际成本价的 以实际成本价 作为买入价 来计算缴纳增值税 那这是什么意思 我们刚才强调的 是不是 我们说其实呢 作为限售股来说 你的卖出价是固定的 但是你的买入价 它是一个法定的买入价 也就是我们刚才所说 按照规定确定的 这一套买入价 是不是 所以我们说这一套买入价 它其实是一个规定出来的 那你实际上还有一个 你实际购入的 这样的一个成本呢 对不对 所以一般来说 我们所说的这个法定 我们规定的这个买入价呢 它是高于实际成本价的 比如说你买入的时候呢 你是一千万 但你实际上 你真正的对吧 你上市之前 你真正的去投资 这个公司的时候 你这股票其实价格很低 所以你可能实际成本是三百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让你以一千 作为你的买入价 那我们说买入价越高 那你中间的这个销售额 卖出价减买入价 你这个差额你就越小 所以其实你是越合适的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是以这个法定的 规定的这个买入价 作为买入价 但是呢 如果我们说 一旦按照规定确定的 这个买入价 是低于实际取得的成本价的 换句话说 也存在一种可能 你这个碰到了个大熊市 对吧 你这个本来 你这个股票十块钱一股 你一上市便一块钱一股 也不是没有可能 对不对 所以如果你法定的买入价是三百 你实际的成本是一千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说呢 我们还是以一千 实际成本价 作为你的一个买入价 所以换句话说 其实呢 就是实际成本价和 按照规定确定的这个买入价 赎高原则 哪个高 哪个作为你真正的一个买入价 所以怎么着都是咱们 纳税人合适 对吧 所以我们举个例子来说 说某企业呢 它是增值税的一般的纳税人 那2022年12月 它将它拥有的某上市公司的限售股 在解禁流通之后对外转让 那么相关的收入和成本如下 我们看一下它股数 一共是50万股 那初始的投资成本是一块二 也就是说呢 它买的时候实际成本价是一块二 但是IPO一发行 马上价格就涨了 变成了6块8毛2 那么最后呢 它把这个先收股给卖掉 卖掉的话呢 它的售价是10块钱 那么这个时候问一下 如何去确定它的一个销向税额 那我们知道销向税额等销售额 乘以适用的税率 是不是 那关键就是销售额如何确定 那么说买卖限售股 按照什么 来进入商品转让来确定 它的一个差额的一个销售额 那么差额销售额的话 我们知道呢 它售卖出价是10块钱 对吧 那关键是如何确定买入价 买入价呢 我们说用你的初始的一个实际的投资成本 和IPO发行价 哪个高 哪个作为买入价 所以这时候我们会发现IPO价格高 这是通常情况 对吧 所以呢 就以10减去6.82 是它卖出来每一股先收股的 中间的一个差额的销售额 那么一共我们卖了50万股 这是销售额 另外别忘了价值分离 再乘一个6%的一个转让金融商品的税率 最后算出来它销向的税额 对吧 就这样的意思 这是我们所说的金融商品转让 那第二项差额确定销售额的呢 叫做经济代理服务 那首先您去一下经济代理服务 它是属于现代服务当中的商务辅助服务 适用的是6%的一个税率 对不对 那什么叫做经济代理服务 简单来说就是受人之托 带人跑腿 对不对 比如说有什么金融代理 知识产品代理 什么货物运输代理 各种代理曝光等等 都算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经济代理服务 它也是允许按照差额来确定销售额的 那么它的销售额等于收到的全部价款和价外的费用 减去向委托方收取并代为支付的政府性的基金 或者是行政事业性的收费 这是什么样的一个意思 我们也是举个例子来说 比如说委托方 委托方呢 他呢给了知识产权代理公司 给了他2万块钱 这2万块钱呢 其实包含两个部分 一个呢是1万5千块钱呢 是干嘛的呢 是帮助这个委托方 去交给知识产权局的一些什么 什么专利的一些登记费呀 什么复审费呀 什么什么复印资料费呀等等 一共是1万5千块钱 那么剩下的5千块钱 其实呢 是咱们这个知识产权代理公司 所赚的这个代理费 那么现在就问你了 说那作为这个知识产权代理公司 它是以2万块钱作为它的寄税的销售额呢 还是以5千块钱作为它的寄税销售额呢 其实呢 它是以5千块钱作为寄税销售额 为什么 因为它收到了2千块钱 2万块钱 但是它实际上都能揣到兜里吗 不能啊 是不是 它有1万5千块钱 它是交给国家的 是不是 交给知识产权局的 那么这种情况下 我们说知识产权局 它能给你开一张增值税的金像专票吗 不能吧 对不对 所以这时候没办法 我们只能把这1万5千块钱 从当期的销售当中 把它给减除掉 所以这也是说相当于是没有办法 形成一个抵扣关系嘛 是不是 另外我们强调就是 向委托方收取的政府性基金 或行政事业性收费 不得开举增值税的专用大票 那换句话说呢 我们知识产权代理 其实它是从委托方这 收到了2万块钱嘛 对不对 那这5千块钱代理费 它肯定是可以给对方开专票的嘛 对吧 那它是销售了自己的商务辅助服务 那关键是这1万5它能开票吗 当然不能开了 钱都不是你收的 你给人开什么票 对不对 那国家都没说给开专票的 对吧 所以呢 这个是不能给开增值税的专票的 接着呢 我们就来看第三项差额计税 叫做融资租赁和融资性的 售后的回租业务 那么融资租赁和融资性售后回租 再讲到增值税征税范围的时候 我那时候就不断的通过 这个图形的形式 向大家阐释它的一个含义 其实我最终的目的 不是为了让大家记住 它们的行业和税率啊 那行业和税率很好记 关键呢就是 咱们在插额积税这 咱们得仔仔细细的去讨论一下 这两项业务到底如何来积税的 其实挺烦人的 对吧 那首先呢 我们来回忆一下 什么叫做融资租赁 对吧 那融资租赁 首先你要明确一下 它是属于现代服务当中的 租赁服务 是不是啊 它是属于租赁的服务 那么这个融资租赁呢 它的税率呢 要么是13% 要么是9% 如果呢 你是动产的融资租赁呢 适用的税率是13% 如果是不动产的融资租赁 适用的税率是9% 那么我们先来看一下 融资租赁本身 它的一个三方关系 那么首先呢 承租方 他想借钱 对不对 没钱 没钱呢 他到银行呢 他这个借不来钱 所以这个时候 他只好找到融资租赁公司 其实融资租赁公司 融资成本是挺高的 但是呢 他一定是说 确实是 但是他这个信用要求 不是很高 银行的话呢 确实是这个 借款成本是比较低的 但是你对你这个审核 也比较严格 这种承租方 肯定是找这个银行 借不来钱 他才去找融资租赁公司 比如说呢 他想买一台设备 对不对 那这台设备 1000万他买不起 于是呢 他找到融资租赁公司 让融资租赁公司 根据他的要求 找到了一个 租赁物的一个供应商 把这台1000万的设备 给买下来了 那么买下来了之后呢 我们再跟 成租方再跟融资租赁公司 签订一个融资租赁的合同 把这个设备给租回来 是不是 租回来的话 我们就签订了一个合同 说我们租期是10年 每年支付租金是150万 这样的话呢 10年之后呢 融资租赁公司会收到 1500万 那对于融资租赁公司来说 我买这台设备的时候呢 我是花了1000万 10年之后 我会收到1500万 所以他中间挣的 就是一个差价 对不对 这是属于融资租赁的 一个情况 那么融资租赁呢 它是差额的来计税的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它如何确定 它的销售额 首先呢 销售额等于取得的 全部价款和价格费用 含着本金 是什么意思 也就是说 是出租方 融资租赁公司 在十年间 从成租方收到的 这1500万元 这是属于取得的 含着本金的什么 全部价款和价格费用 本金是什么意思 本金其实就是 它按照成租方的指定 去买这台1000万的设备 对不对 1000万设备 构成了一个本金 对不对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说 这是属于它取得的 全部价款和价格费用 然后再减去什么呢 减去支付的借款的利息 包括外汇借款 和人民币的借款利息 什么叫支付的借款利息 我们说融资租赁公司 虽然是有钱人 但是我们地主家 有的时候也没有余粮 是不是 所以我融资租赁公司 我们去给你买这1000万的设备 我们也不一定就真金白银的 就现金给人家了 是吧 我们也可以去 到其他地方借款 我们也可以向银行借款 对不对 银行不借给你成租方 对吧 不借给你企业 它不见得不借给我 融资租赁公司呀 是吧 所以这时候呢 它有可能去 这个去借款 那借款的话 它就得支付什么 借款的利息 是不是啊 那我们知道 这个利息是不能抵扣金项的 对吧 这个存款不征 贷款不抵吗 是吧 我们支付出去的贷款利息 没有办法去 抵扣金项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允许 把这一部分的这种 借款的利息 从销售我当中减出 另外 我们除了借款 我们也可以发行债券呀 发行债券对企业资质要求很高 但是我融资租赁公司 我有钱人呢 对吧 我很可能就具备 发行债券的一个资质 那我也可以发行债券 支付债券利息 同样也是利息不能抵扣金项 也允许把发行债券的利息 从销售额当中减出 那另外呢 如果 我们承租方式 让融资租赁公司 帮他去买车 那买车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得交个车购税呀 那买方呢 其实是融资租赁公司嘛 那融资租赁公司去买车 交了10%车购税 那税务局不能给你开金项专票吧 对吧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 车购税 也可以从销售额当中 作为成本来扣除 所以这就是咱们 融资租赁公司的一个 什么销售额 那这个销售额 对吧 那 价税分离之后 再乘以什么 税率 货物的这个税率 那就是它的销项税额呗 是不是 但是在这呢 我们拓展一下 我们说融资租赁公司 它的销项税额 是用我们这一套办法 用1500减去 1500万减去支付的利息 的这个支出 再减去撤购税的支出 对吧 然后形成了这个销售额 然后计算出来销项税额 那融资租赁公司 在这样的一个业务当中 它有没有进项税额呀 它有 是不是 进项税额是什么 我们 是根据成租方的一个指定 我们去找到了 租赁物的供应商 买到了这个 1000万的这个设备 那我们买设备 我们是购买方呀 是不是 我们买完设备了之后 我们是不是能取得进项专票呀 所以这个设备 所对应的进项专票 我们是可以什么 作为进项税额 从当期的销项税额中减除 然后以此来作为 当期的一个应纳税额的 是不是 所以这就是咱们 融资租赁的一个服务 那么到这儿我们听懂了 是不是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 融资性的售后回租 那回租 首先我们要明确 它是属于金融服务当中的 一个贷款的服务 它的税率是6% 其实回租本身 跟你向银行借款 也没有太大的这个差别 只不过是什么意思呢 只不过是说 我们也是找到了 融资租赁公司 想向他借钱 但融资租赁公司 不相信你 对吧 那你带给我一个抵押物 所以我们就假装 把自己的一个值钱的设备 比如说也是1000万 出售给了出租方 融资的租赁公司 同时我们签订了 回租的合同 也是10年 每年支付150万 10年之后 我们融资租赁公司 会收到1500万 也是这样的一个关系 是不是 所以它特别像什么 它其实特别像银行借款 我们向银行去借款 对吧 假如这个出租房是个银行 这个我们融资租赁公司 是个银行的话 那我们去向银行借款 我们肯定也是提供一个抵押物 对不对 只不过呢 抵押物它的物权 它是没有转移给银行的 但是呢 我们这个在融资 性售后回租的关系当中 我们是出售了这个租赁物 这个租赁物 其实它的所有权呢 是归属于融资租赁公司了 所以其实在1500万 当中这种回租的情况呢 融资租赁公司 它拥有了这个物的所有权 所以它其实很好操作 对吧 你还不起钱 我就把东西卖了 但是呢 在银行借款当中呢 抵押的话呢 抵押权本身 它还是要想实现这个抵押权 它可能还是要经过一些 比如说法院呀 银行呀 对吧 所以比较麻烦 所以这样的话呢 我们说这个回租的这个过程啊 我们首先要明确 是不是 那么另外呢 我还要让大家跟我去思考一个知识点 我们在讲到增值税的 征税范围的特殊征税范围的时候 我们当时是不是讲过一个知识点 叫做融资性售后回租业务当中 承租方出售资产的行为 就是他把这个标的物 出售给融资租赁公司的行为 不属于增值税的征收范围 不征收增值税 因为它是一个假出售 真融资的目的 所以站在融资租赁公司的角度 它其实是为了赚这500万的利息 这个是可以明确的 是不是 那么了解了这个知识点 我们就来看一下融资性售后回租 它差额计税 跟咱们刚才讲到的融资租赁有何区别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它销售额 销售额等于取得的全部价款和价位费用 不含本金 我们刚才讲到融资租赁 它的这个销售额当中 取得的全部价款和价位费用含着本金 换句话说 在融资租赁当中 我们这个全部价款和价位费用是1500万 但是在融资性的售后回租当中 我们不含本金 也就是说它的这个销售价格是500 不含着什么本金 不含着的是这个标的物 这个租赁物的本金 那我们想明白这是为什么了吗 我们说刚才为什么 我们允许它销售额 计算销向税额的时候含着本金 是因为我们在融资租赁的这个三方关系当中 我们出租方是真正的从租赁物的供应商买来的这台设备 所以这台设备1000万所对应的镜像 是可以从销向税额当中减除掉的 是不是啊 但是呢 在融资性售后回租的这样的一个业务当中 我们说它有没有真正的买卖行为 我们假装它是一个成租方把租赁物出售给融资租赁公司的行为 但是此时它根本都不需要就这样的一个行为交税呀 是不是 所以也就是说出租方它其实就算是它取得了这个出租物 这个租赁物1000万设备的一个所有权 但是它有没有别人给它开的进行专票 能不能像融资租赁一样 从我们的租赁物供应商这真正的取得进行专票 它取得不了呀 是不是啊 为什么呢 因为销售方 这个承租方它根本都没有去交税啊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这1000万的进行是没有办法 怎么样 作为进行税额 计算进行税额来 把它从销向税额当中减除的 所以我们就只好在本金当中 把这什么1000万给减除掉了 所以就变成了500万 是不是啊 这就是它插额进去的一个原因吗 对不对 另外呢 我们说那作为融资性的售后回租 那我们销售额当中也可以扣除 像刚才融资租赁一样 扣除一些 比如说我们对外支付的一些借款利息啊等等 是不是啊 发行债券的一些利息啊等等 因为我们出租方融资租赁公司 我们也是在假装买你这台设备吧 1000万吧 那1000万我们也有成本啊 是不是和融资租赁一样的一个意思 但是我们又发现了 这又有一个什么差别了 我们说融资租赁这 它能减除一个车购税 那为什么融资性售后回租 它没有车购税啊 为什么呀 因为再次回归到了回租业务的一个本质 我们是假出售真融资 我们真的有买卖一个新车的一个行为吗 没有是不是啊 没有任何买卖行为 我们不过是把自己的一台设备 假装卖给你作为抵押 我们再回头租回来 是不是 没有任何买卖新车行为 所以不可能涉及到车购税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发现 融资性的售后回租当中 我们减除的这一块是没有撤购税的 所以融资租赁和融资性的售后回租 我们会发现它的差别呢 其实就有两个 我们来看一个表格 那么这两个业务当中 首先呢 我们在确定收入的时候 那融资性的售后回租业务不含着本金 是不是 为什么不含着本金 因为它没有真正的一个 这个购买行为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不可能有真正的一个 进行专票的一个抵扣行为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 以全部价款不含着本金的 全部价款和价格费用 作为它的收入 同时我们减除掉 支付出去的一些利息 而融资租赁呢 我们一定是含着本金的 全部价款和价格费用 因为本金本身 可以作为进行税额来抵扣 不需要从销售当中把它减除 那么另外扣除项目当中 利息这是一样的 那么融资租赁 它唯一多的就是一个 车辆的购置税 对吧 因为真的有可能标的物是车 所以我们车辆购置税本身 也没有办法取得进行专票 我们也得把这个税 作为成本从销售额当中减除 所以呢 这就是融资租赁和融资性的 售后回租 它们两个的一个差别 另外它们适用的税目 税率不一样 这个是一个常识了 对吧 我们的这个回租 它是属于金融服务 适用6%的税率 而融资租赁 它是属于现代服务 适用13或9的一个税率 那么另外还有一点需要注意的 就是我们融资租赁方式之下 成租方支付给出租方的租赁费 是可以取得进向的一个专票的 按照9%或13的税率 来抵扣这个进向的税额 其实跟他们所出的行业是一样的 那我们说融资租赁的情况下 我们成租方 对不对 我们肯定是相当于是购买了 融资租赁公司的一个现代服务 那么我们购买了现代服务 我们付钱那么我们能取得专票来抵扣 但是融资性的售后回租 那我们说它回归它的本质 它终究是一项贷款服务 是不是 那么这个时候 那作为融资方来说 那它支付给这个融资租赁公司的这笔钱 那其实是属于 本质上属于贷款利息 那么我们又知道 这个存款利息不争贷款利息不抵 所以我们是不能抵扣金箱税额的 那么所以从这个角度拓展一下 从这个角度上来说 其实回租它的成本是比 融资租赁的成本要高一些的 这个是咱们实物当中 就来需要去考虑 咱们的一个融资成本的问题了 好 这就是咱们的整个的融资租赁 和融资性的这个售后回租的 一个差额积税 而主要还是要理解它的原理 接着呢我们来看第四项 跟航空运输相关的企业的销售额的确定 那么具体来说 跟航空运输相关的企业有两种类型 一种呢就是航空公司呗 对不对 就是航空运输企业 东航 南航 对吧 那么还有一种呢 就是航空运输的销售代理企业 就是代理卖票的这些企业 那么不同类型的这两种企业呢 它们的行业和适用的税率 都是不一样的 对于航空运输企业来说呢 它其实提供的是交通运输服务 那它适用的是9%的一个税率 那么对于航空运输的销售代理企业来说呢 它们是属于经济的代理服务 代理卖票嘛 所以呢它们的适用的税率呢 是属于现代服务当中6%的一个税率 那么这两种类型的 跟航空占标的企业 它们都是可以使用差额集税的 但是它们差额能扣除的项目不一样 具体来说呢 航空的运输企业呢 它能从它的全部的价款和价格费用当中 扣除两块 一块呢就是咱们代收的基层建设费 这还用说吗 是不是都说过多少次了 对吧 我们航空运输的这些企业呢 他们像我们的这个乘坐坐飞机的这些人 他们收三块钱 第一块呢就是他们机票的收入 对不对 还有一块呢就是燃油费 那我们现在这个燃油费呢 跟这个世界的这个油价联动机制 对吧 所以有的时候油价太高了 我们就是交一个燃油费 补贴他们的这个油钱 那另外呢 还有一块呢就是我们所交的这个机场的 这个建设费 就是航空这个民航的发展的基金 对吧 那么这种情况下 我们说这个基金 它是属于政府性的基金 那机场收到这块钱 它是没有办法揣到兜里的 所以它是要交给国家的 那么这块呢 肯定能从它的销售和当中减除 还有呢就是 有的时候的航空公司之间 它是互相的 这个代理卖票的 比如说南航的窗口 卖一点东航的票 东航的窗口 卖一点国航的票 对吧 所以这个时候 它代售其他航空公司的 这样的一个客票 这个时候它收了钱 那它肯定得 转付给其他的航空公司呀 这也不是它能收到的 所以这也是它代售 转付的钱 所以这两块呢 都是能从它的销售和当中减除的 那么另外呢 对于航空运输的销售代理企业而言呢 它们也是可以从这个收到的全部的价款和价格费用当中减除掉的 那么具体来说我们代理售票呢 有境外航段的机票的代理服务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这个卖了票 那肯定要支付给境外航段的航空公司机票的结算款和相关的费用 所以这时候呢 销售额就用全部的价款和价格费用 减除支付给境外航段的一些机票的结算款和费用 作为销售额 这是我们真正挣的钱代理费 那另外我们提供的是境内机票代理服务的话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销售额也是收到的价款 减除掉支付给航空公司的一些机票的结算款和费用 以此来作为销售额 所以这块也很好理解 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说我们航空运输的销售代理公司甲 他提供了机票的代理服务 那么他是一个什么 提供了经济代理服务的一个机票的代理公司 那么王某应公出差 从甲公司处购买了以航空公司北京到杭州的这个机票 那么甲公司向王某收取了票价是1000元 机场的建设费是50元 燃油附加费是10块钱 服务费是30块钱 价款合计是1090元 并且开具了著名王某身份信息的航空运输电子客票形成单 这句话我们先画个括号 另外呢 支付给以航空公司机票的结算款和相关费用一共是1060元 那么我们想一下 作为这个航空运输的销售代理公司甲 我们一共从买机票的王某手中收到了1090元 我们转头支付掉了1060元 那对我们来说我们挣的是什么钱 30块钱的机票代理费 是不是按照什么按照经济代理服务 以30块钱来集税 所以1060是可以从它的销售当中减除的 那么作为航空公司来说 此时我们收到了1060元 这1060说什么构成的 1000块钱的票价钱 那么还有机场的建设费50 还有燃油的附加费是10 那么在这三块钱当中 机票钱咱们敢揣到兜里 燃油附加费咱们也敢揣到兜里 关键是这50块钱的什么 机场的建设费 这是民航发展基金呢 咱们敢揣到兜里吗 不能是不是 所以这50块钱交给国家 当然就不用并住到我们的销售额当中 所以我们只需要以 1010元作为计税的销售额 这是从销售端 我们去考虑这个问题 那么之后我们再学到 进项税额的抵扣的时候 其实我们再回头再来看这个例子的时候 我们就会重新读出来一层含义 也就是说呢 如果我们购买了旅客的运输服务 那么符合了一个规定的条件 获得了航空运输的电子客票形成单 那么王某所在的单位 他其实是可以把给王某支付的这个机票钱 对吧 作为尽项的税额来抵扣的 具体的话 我们是用票价 再加上燃油扶加费 价税分离之后乘以9%来集税 所以这个航空旅客的运输的一个尽项税额 这我们也标一个小心心 回头的时候我们重新看讲义 讲义不是看一遍的 我强烈建议大家讲义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导图 很多很多的总结 我们也一定要反反复复的去 重新的去归纳整理 所以这个例子呢 我们可以放到最后 在我们学到 近向税额的计算抵扣的时候 我们就重新的去看一下这道题 接着呢 我们来看一下第五项 差额计税 叫做客运厂战服务 那么首先也明确一下 客运厂战服务 它是属于我们 现代服务当中的物流的辅助服务 它适用的税率是6% 那么具体来说 如果是一般纳税人 他提供客运厂战服务的话 那其实我们也是可以从我们取得的 全部的价款和价外的费用当中 减除掉一部分 叫做支付给乘运方的运费 那么这是什么意思啊 我们也是举个例子来说 比如说我们有一个托运方A公司 他想运送一批货物 于是就把这批货物 拉到了长途的客运站 长途客运站提供客运的厂战服务 于是托运方A公司 把这个货物给长途客运站之后 还给了他3000块钱 那么告诉了长途客运站 说请您帮我把这批货物拉到哪儿 那长途客运站 他肯定是一口答应下来 对不对 那么这个时候呢 这个长途的客运站找到了司机小王 说你呢帮我把这批货物 拉到我们客户所在的 这样的一个目的地公司 同时呢支付给了司机小王2500块钱 那么此时问的就是 作为长途客运站来说 他是以3000块钱 从委托方托运方手中收到的 这全部的价款 作为计税的销售额 还是要减除掉支付给 承运方的这2500块钱的运费呢 当然是可以减除掉运费 因为他实际挣的就是这500块钱 那么我们再来思考一下说 为什么这不就是我们先购入了一个 运输的服务 然后我们再提供了一个代理服务吗 那为什么我们不能用销向减进向的方法 那很明显 是不是 我们说咱们随便从大街上找来了司机小王 从司机小王这购买了运输服务 那么这时候我们说作为司机小王 他是不是有的时候 他没有办法给你开一张增值税的专票呀 对不对 那专票开不出来 我们就作为客运厂战 咱就没有办法 一般纳税人没有办法进向抵扣 所以我们就允许这种广泛存在的 长度客运厂战 随便在大街上找司机小王小李 来拉货的这个情形 我们就规定了 说你支付给承运方的这个运费 对吧 从我们实际的情况上来考虑的话 确实是有个体拉货的人 那你呢 就可以把这一部分的成本 在你的销向是 这个计算销售额的时候减除 从而达到一个抵扣进向的一个效果 好吗 这是客运厂战的服务 接着呢 我们来看第六项叫做旅游服务 那首先要明确 对吧 也是一样 旅游服务是属于咱们生活服务当中的 旅游的娱乐的服务 它适用的税率是6% 那么旅游服务的话 我们全额和差额计税 咱们其实是可以选择的 我们也是举一个例子来说 说我们有一个北京的公司 咱们组织呢 公司的高管吧 去广西 这个进行商务考察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这个 这个找了一个旅行社 帮我们承包这次商务的这个考察 那么我们就支付给了旅行社 多少钱呢 30万 那么一般来说 我们接活的这个旅行社 咱们叫做组团社 对吧 我们给了组团社这个30万 那么由组团社来安排 我们整个的这一趟行程的 各种什么餐饮啊 住宿啊等等 那么我们说这个组团社呢 他拿到了这30万了之后呢 他肯定要先去 像这个什么 先去具体的跟我们安排 住宿餐饮交通等等 我们花了10万块钱 对不对 同时呢 这个我们这个考察团 到了广西之后呢 其实就不是由组团社来真正的 带着我们在广西进行考察 换句话说就玩了 对吧 一般来说我们都是要让地阶社 实际上呢 带着我们到当地去玩 因为地阶社是最熟悉当地情况的嘛 所以这时候呢 我们组团社还会支付给其他 街团的旅游企业 比如说10万块钱 所以这个时候呢 问的就是说 作为组团社来说 你是按照30万 作为你的寄税销售额 还是说30万 减10万 再减10万的这个 剩下的这个差额10万 作为你的寄税销售额呢 其实是分情况的 对吧 比如说呢 你就是按照30万来寄税了 那么这个时候就可以 没问题 对吧 你虽然说你有一些成本之类的 那但是你不愿意扣 你就不扣 对吧 你30万来寄税 同时30万寄税 我们也可以 就可以对购买这个旅游服务的 我们这个公司 开一张30万的专票 对吧 你这面销售方 你按30万来寄税 那我们购买方 购买旅游服的这一方 我们按30万 作为进行来抵抗就可以 但是呢 我们税法呢 给了组团社一个选择 就是你可以按照差额来寄税 换句话说 你是可以按照10万块钱来寄税 从你的销售额当中 把你向旅游服购买方 收取并支付给 其他单位或个人的一些 住宿啊餐饮啊 交通啊签证啊等等 从你的销售当中减除掉 也可以把支付给地阶社的 这一部分的旅游费用减除掉 那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规定呢 因为我们说 从咱们旅游的实际的情况上来看 是不是 咱们旅游过程当中 我们往往支付出去的 这些什么住宿啊餐饮啊 有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取得 这个镜像的这个专票 是不是 比如说在餐饮 那终端的这个消费 那开不出来这个专票 有的时候我们 这个到这个当地去旅游了 对吧 我们这个交通费 那我们不见得就是正儿八经的 坐什么高铁啊 之类的那种 我们可能就是找了一个 那种这种很有特色的 坐着轿子走啊 是不是也叫交通费啊 或者是说 我们有的时候出国旅行 办这个签证费啊等等 这都很难取得进项专票的 对吧 你去交签证费 大使馆能给你开一张专票吗 对不对 还有一些门票 公园的一些门票 有什么都卡出来专票 所以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就允许 这个组团社 对吧旅行社你可以差额的来计税 但是差额计税有一个问题 就是选择差额计税的这个纳税人 向旅游服务的购买方 收取并支付的上述费用 不得开具增值税专票 可以开普票 换句话说 你如果差额计税的话 30万对不对 我们减掉20万 等于10万 你差额计税了 你把你这20万的成本 从你的销售当中减除了 那么这个时候 你给购买方开专票 你就只能开10万块钱 你不能开30万 因为你是按10万计的税 对吧 你把你的成本 从你的销售当中减除 你没有抵扣镜像 所以你是按照10万块钱 去计的税 所以下加 他取得10万块钱的专票 来抵扣是可以的 所以我们销项和镜像 是匹配的 对吧 你这边按30万 组团社按30万交税了 购买方案30万去抵扣 对不对 你这边按10万去计税 你这边你10万来进行抵扣 所以他一定是匹配的 所以这个时候就强调 说如果差额计税的话呢 中间的这20万 你是不能开专票的 但是这10万块钱 你是可以开专票的 你交多少税 你开多少票 这个意思 好吗 这是属于旅游